所有老师所说的这个话 并不是说我们要求一切向前看 或者说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就是因为他能不能挣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告白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年 我的毛病确实挺多的 但是我真的是想尽我所能 为这个家做出贡献 想让他们家越来越好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吧 咱们我是想跟你好好过 好吧 我既然跟你结婚了 我也希望咱们能过一辈子 但我希望你不要挑三拣四 你得真的是得努力 我相信不可能通过努力 就一成不变 我希望他们能够对这次人生的重启 做一个慎重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你送这盒巧克力到底啥意思 其实女生一般都很重理事感的 但是她真的没送过我什么 我觉得她亏欠我很多 来 有请我们花筒 有请 一个送给你们 男生需要好好地加油 最后一个友情提示 在现在这种情感状态下 千万别有了娃 娃可以放后 好吗 好 谢谢主持 谢谢你们 谢谢 请回 谢谢 谢谢